在柳原巴翁區這邊是一個弱農集中區 那長期肥水跟堆肥的問題一直困擾著我們的弱農 還有我們當地附近的居民 那我們一直希望說這個東西可以做一個有機的好好的處理 剛好這個契機跟塔里巴翁合作 那我們在這邊做一個資源化處理中心 那未來呢 我們牧場所產生的牛糞呢 就會直接到集中處理中心這邊來 包括那些水分一樣會運送到處理中心來 那這個好處就是我弱農不需要各自去處理我自己的堆肥 還有我各自的水 直接委外交由台椅來處理 那台椅它經過早氣發電了以後呢 這些肥份呢 水的部分它一樣可以去做膠蓋農地 做完膠蓋以後呢 去種植牧草出來 那我們弱農呢 又可以有新鮮的牧草 弱農的問題引進私人企業的技術跟資金 來共同努力 政府來補助 創造一個多營的一個共同形式 這個不再是我們單一的問題 是大家的問題 大家努力來做 那這個在我們這個鞍場做了一個非常好的一個體現 這個處理中心完工以後 那麼正式啟用 對我們柳營區 整個巴翁地區 整個污水跟空氣污染 一定會有很大的幫忙 尤其是集水溪的 目前高污染的情形 一定會改善 那麼我們這一次 第一期的工程 有21家的畜牧業者會進場 將來我們第二期 大概有將近還有23家會進場 希望二期在大家的努力之下 可以如期如期如止趕快來完工 掌握施政三分鐘 台南進步向前衝 歡迎大家來到這個全台灣第一座 也是台南市第一座 台以巴翁 我們禽處分尿資源轉化中心的一個啟用 這是一個非常不容易 而且化不可能為可能的一個工程 為什麼 因為過去在巴翁落農區 有許多因為落農畜牧業的關係 所以說畜牧廢棄物的排放 造成地方社區跟畜牧業者 有關係緊張 而且造成環境的問題 那經過環境部的全力支持 那台南市政府跟業者一起努力 然後成立了這家 這個畜牧分尿處理中心 能夠把這個畜牧分尿集中 化垃圾為資源 而且變成是一個綠色能源 不僅增加了經濟上的誘因 也讓環境的損害降到最低 將來看到我們排水溝更乾淨 看到河川更乾淨 這已經不是夢 那也希望藉著這個機會 作為一個全台灣的示範 我們不僅是有乾淨的環境 而且有非常好吃的蓄產品 更有這個乾淨的能源可以使用 這是一個各方面都多贏的局面 不僅政府贏 然後業者贏 環境贏 然後農民也贏 居民更贏 大家好,我是楊索懷 歡迎收看八位日落 禮拜一日中加台南電腰新聞 總統熱清潔 25日到台南 到首廟天堂參拜 同時提前 鐵皮辦公的便宜 急救由衡上帝保備台灣 很歡迎 總統熱清潔 25日到台南 須廟天堂參拜 警報 許多開鄉親也很歡迎 熱總統在地殖時 在這裏下新聞 也感謝說到台南市民 對職業得很值得 會中也說到 AMD 尊寶要向映華中心設定在台南 也特別警察大家 將將將將將給台南市政府團隊 請請大家將來給我們黃瑋辰副市長和企業團隊 我們將來給大家介紹一下 大家不知道有注意到嗎 這幾天的新聞 這個AMD 蘇之鋒我們台南人 他老爸索村懷新生 他這個女兒實在是很厲害 國際級的科技人材 已經選保了 他的現發動心要放在我們台南 真真有多 這是我們黃瑋辰副市長和他的團隊 和立委 大家這樣共同爭取 用各種的官僚去爭取的結果 我相信AMD現發動心在我們台南 對我們台南未來的發展一定是很好 羅總統說到 這位台米風胎帶來喬大火龍 台南雖然有鷹水 但已經為莫拉克風災五萬多公金 所有民窄到七百多公金 但面對極端去爭 台灣紅紅標準也是不夠關 明年是秋年後 修編有勝 已經要求行政儀 可編到五百億 這一邊 雖然說那個火龍 和莫拉克颱風的時候 最重 但是 淹水的民窄 已經有大大改善 莫拉克颱風的時候 我們台南是淹水 都共五萬幾公金 現在剩七百幾公金而已 今年我們全台灣的地水 不是一百億 不是一百十億 是三百幾億 三百幾億 每一年 實際在丹沉總統之後 所編的第一年的地水 我把他增加一百幾億 所以每年的地水 是五百幾億 五百幾億 市長安威特地水標示 感謝叶總統烈靈來為民眾紀錄 主導天由台灣 天由台南 透過各變紀錄醫生 也鄉親總統為萬民服務 做福社會 剩下國家 驚訝近到公平未來 記者中心為蔡鳳伯德 理工理事 台灣文博會租電区 二十六合進席開幕 這次不然是頭拜來到台南古板 當時將鄉亞電欄跟文化切電 結合在同一個電区 副總統小米奇也親自到中參觀 表示台灣文博會 已經身為台灣文聰 跟文化軟勢力的機票 文化切電團隊 哪會這樣 用日前的武道 電現台灣的一面 日空日出 台灣文博會主電区 在大台南火電中心燈條 副總統小米奇特別出席參觀 現在只要提到台灣文博會 就是台灣文創和文化 軟實力的指標 那今年的文博博會 特別強調文化策展與品牌商展 希望讓每位參觀者 參展商還有國內外的人士 在觀賞商展的同時 也能夠感受到台灣文化議題的深度 文化部以報道百民做主題 主持超過五百七十的品牌 將近七百的大尾餐店 多多超人去IP跟社 貼多多再來品牌 頭拜合作享用 同時結合文化設定 冰歐館跟冰冬館 電視地圈創新 令動團結百變方結這三個電池 興致台灣的文化罷兵 如果用台語講的話就是 百分百保證會成功 充滿了信心 罷兵就是這個意思 用華語來講的話 就是百變會流動的 文博在台南展出 是對於我們全台灣的文化界 是最重要的事情 非常感謝文化部能夠大力支持 把這個全國性重要的 具有指標性的 具有文化 這個傳承意義的 這麼多重大的展會 能夠在台南發生 華黨借到這兩天的專業 人數專長 跟後面五天的專民開放 希望更大國內外消費者 帶來更多的相機 另外還有論壇廣州 讓我演出以及台南的 10條地鞋走他路線 充滿豐富的百民文化 我們先來收看 彩虹報告 台南新華火頭皮 提供健康安全的休閒環境 10月13號登場 登場 擔心今年第一拜 古板永度火頭皮 活動於台灣 第一水口的火頭皮 風景區作為合照 八百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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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不一樣的是 我們用這個活動的首度 採用活動的晶片 那可以這個安全的 上下水的人數的這個統計之外 也可以讓大家的成績 能夠再透過QR Code 能夠拿得到這個 永度的這個成績 那第二個就是我們 優化這個 永客的這個下水跟上水的平台 那我們去年因為第一屆 這個比較倉促 那第二屆我們參考 這個國際的標準 我們做了優化的這個工作 那第三個主要是我們今年 搭配了這個永度 來做這個兩天一夜的這個遊程 那希望來參加 永度的這個選手也好 家人也好 能夠一起來 永度之外 也能夠來參與遊程 來暢游台南 吃美食 散美景 為了好 風頭路來 用客和遊客來台南 好頭皮 不是只有在廚條鎮 自己的永度性格 感受到好頭皮 最近的趣味以外 吃虎也幾位鼓聲順利 對局第一點的體驗 以及生態六年 頂三種遊程 歡迎大家 八月二日到九月二五的報名時間 所以我們一定要讓更多人 認識了解喜歡 而且願意來虎頭皮 那很多 多個早上市民朋友 都早上六點已經 都見虎頭皮去沉運 這個 但是沉運之外 他們就講說 誒 沉湧也不錯 所以說這個 除了這個部分之外 虎頭皮的水上活動 我們希望能夠有更多的發揮 觀光路叫表時 今年永度後頭皮 十月十三個頂頂 補名費七百五十塊 也還有一百塊的折扣 能夠洗漆錢 請有議員參加民眾 一定要兩者補名 必然要是機會 台南新聞 顧文吉 蔡宏報道 嚴定北京 發揚現天上帝 折扣萬民的精神 特別把葡萄物資 關注給台南市社會局 事務銀行 來幫助六四 為何愛心可以經歷 台南市各國角落 嚴定北京 將葡萄的白米一起物資 送給台南市社會局 希望將信眾的愛心 團十九進到需要的地方 讓基安結合的活動 更有意義 北極電 葡萄的東西 要來關注社會局 因為這有中華的人來驚富 還有理會員來驚富 所以說每一年 都七月十三 葡萄呢 都就是有一回 這個東西 要來關注這些 比較平衡 做一個福利 這樣 代表受盡的社會局 基亞美書呂維英 也很感謝北極電信眾 以及您主委長期的支持 讓這個有意義的活動 繼續辦理下去 特別感謝 嚴城北極電 林國藝林主委 還有我們所有的委員 還有眾善心大德 能夠把這個普渡用的物資 包括白米 包括乾糧 能夠捐贈給台南市政府 社會局 食物 銀行 讓這些物資可以更妥善的去照顧 更多需要幫助的人 那另外我也要特別感謝 林國藝主委 這個不只在這個大廟的部分 其實他個人也常常捐輸出力 包括我們地方的日新 永華的一個國小 包括我們的這個長壽會 也都看到我們 林國藝主委奉獻的影子 所以在這邊 一併感謝林國藝林主委 還有我們這個大廟 能夠展現最大的情形 能夠照顧更多需要幫助的人 北極電在每一年 最大的家公的聖誕時 都會關注給妳新高射 以及英法高射 九十萬塊的教育基金 當時也會幾萬元元元元 以及贈助金 來的財利的結束日子 這次關注無助 讓社會局的實務銀行 用來照顧生活艱苦 需要無罪人 台南市社會局 也歡迎有林烈審星零書 可以支持社会教习物银行政策 做会来做爱心 既成专事为蔡宏博德 在英空林宵博电无量供 八月日落几万加十年 竞争党专丸破土台电 华人在中岛一点进行开校 专庭以教传统高类 进行破土医生 在英空林宵博电无量供妙庭前 有一个来自各地的宣传代表生意 竞争党丰富包含六十年 秦大美両以及所成分的竞争 专庭是十分的纵观 今年有一二十间的企业团队 来赞助我们普通的竞争 所有竞争党与肌肤 都是配合国立的十二的切齿 我们的基板中的导演 的企业大合华会 今天 Grandpa 高兰 对财务 企业 送给这个 虽然是逃给台南市英国区而已 今年 竞争党与大发发生意 所以還會增加黨區 我們台南市黨區 當然還有這個村的物資 白米、種種家 葡萄金品 如果都交翁年 會配合康房金愛新出散會 我也是一樣 給這些浴室 顧名思義 葡萄就是要 給民養兩例 顧名思義 我們的國家 可以讓人豐盛 社稚 可以讓人安寧 到新年葡萄大店 廟宏也特別邀請到 大道長林鄭森的主持 專程伊純團統高麗 進行葡萄儀式 並為抗力抗力 大地當 里蘭的鄉親來敲打 我們0206 大東一百十五位 這個姓名 我們廟宏就都有給予請來這裡 當然啦 我們所有外面的獎品 這三百八十幾桌 以及3600包的白米 或是六隻生地 總共這麼不住 都是要讓人家湘洋的 主委王大明表示 這家的葡萄大店 不僅是團統綜合儀式 竟是火軌社會的重要行動 特別鄉營社會教 是有愛心銀行的建設 十字無情 已經有二十月的公司黨員鄉營 總共冠軍白米三千六百包 以及超過五千分身份 有出獎品 這部主要專屬 善後擔心六四家庭 記者中首位 採訪報道 中央新聞在基隆 中央新聞在台北 中央新聞在新北 中央新聞在桃園 中央新聞在台南 中央新聞在高雄 忠實呈現最佳新聞 每週六下午一點 請鎖定高雄都會台 中央新聞週報 再給您最在地的觀點 最有人情味的報導 台灣好新聞就在中央新聞週報 警察和台北方的時間都奉獻地維持社會體安 只要有時間來北方出來了 所以台南市 在台北方出現的觀點 亲自一干的感情 每位小朋友穿上小小警察制服有模有样 在警察爸爸和妈妈陪同 先来体验小小警用机车 可爱帅气的模样报表 加上Q版大型警娃的头套装扮 都让小朋友爱不释手 也让参与的警察同仁和孩子 共享快乐时光 确实警察勤务繁杂 加上24小时日夜轮替 很少陪伴家人 所以一定得有家庭的支持 台南市第五分局就率先提倡亲子日 回中交通队同仁用慢看亭 宣导行人安全的带动跳 为活动揭开虚拟 带动跳 除了吸引这群小小警察的眼光 第五分局也设计奥运球类等闯关 来宣导预防犯罪 交通 附有安全等关卡 并特别邀请Happy姐姐来带动玩游戏 听警察故事 场面相当热烈 之前在其他想要去参加 类似的相关活动 相关的警察机关 所举办活动都一直没有把报名进入 因为机会非常难得 那很庆幸我们分局上 还有我们分局的交通组组长 然后能够办这个活动 让我们能够让员工 跟自己的亲属之间 能够体会到工作的一些环境 可能能够让我们家庭的关系更融洽 第五分局首创的亲子日 第一次就吸引27个家庭 共50位小小警察参加 相当热烈 所以分局长洪洪荣表示 日后除了持续举办亲子同乐 也会对外开放小小警察体验 达到寓教娱乐 希望透过这个小小警察活动的 这样子的方式 寓教娱乐 宣导我们安全的交通 与其防范毒品的入侵 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 让我们的亲子活动 能够更加的热络 那我们可能会来规划 以后开放给我们家区的小朋友 能一起来体验我们当一日的小小警察 来增加一些交通安全 以及社会治安的一些概念 家庭亲子日在热闹欢乐的氛围当中 画下句点 也预约下一次一定要再来参加 记者观集台南报导 新北市政府日前台北高班感恩会 邀请芭蕾二文三秋出席 市长郝优以昆廷为三秋这段时间的辛苦 也感谢英代表台湾尽数人友 新北市长何友宜 今日下午邀请奥运英雄们出席奥运感恩卡会 向初赛巴黎奥运的所有新北运动员 表达最诚挚的敬意 感谢他们在国际赛场上努力奋战 尽全力展现平时训练成果 带给国人们无限感动 特别要谢谢林立田 还有我们的志强教练 最后的金牌的意义 真的牵动了整个台湾人的心 牵动了我们 不管你是谁 我们爱我们的国家 爱我们的运动 更凝聚我们大家团结 新北市长何友宜表示 选手教练和训练团队 走过漫长艰辛的训练过程 征战世界赛事 展现坚韧精神 为国争光 毋庸置疑是台湾的骄傲 也是新北的荣耀 何友宜也说 光赛时国人不分你我 为选手们加油打气 令他很感动 一个运动赛事 不分你我 大家一起为我们自己国家的选手 加油打气 每一场的比赛 都震撼人心 每一场的比赛 我们都给我们代表台湾骄傲的选手 能够为国家争光 运动比赛的过程当中 起床 几乎每一场都看 后来刚开始的射箭 后来的体操 包括台前道 包括我们真灵的柔道 后来的最后上场的 议庭的前期 我每一场都分享 大家站在场上 最勇敢 最漂亮的声音 我以各位为荣 我以各位为傲 新北市有这么好的选手 这么好的教练 真的我非常的感慨 市长后一也于 茶会现场制证 每位选手专属应援毛巾 并让现场选手及教练 于身上白T签名 表示自己是每个选手的头号粉丝 会永远为选手们应援加油 中华代表队 今年在拳击项目中 获得一金二铜 其中台湾女子拳击奥运金牌好手 林玉婷在出席茶会时 被问及是否还会一同参与 2028洛杉矶奥运 及相关拳击赛事 林玉婷坦言 现在局势还不太明朗 不过全级协会秘书长 有说将会参加新组织 未来也会积极参与各项赛事 盼一切能往好的地方前进 会有机会 2028也要一起拼奥运 2028 没有因为现在局势也不太明朗 但是目前就是 看起来就是新组织 应该是势在必行 那目前就是也是乐观其成 那未来就是当然 当然是会希望说有可以 因为我们现在 秘书长应该也好像出来说 我们有确定会加入到新的组织 那未来也会有更积极的去参与他们的一些赛事 那希望说当然就是一切都是往好的方面去发展这样 三度出征五环殿堂 36岁的柔道国手连真林会后被问到是否将成为体育 迹运动发展部筹备小组的咨询委员时表示 他对相关细节还不清楚 但很有意愿 未来有机会的话 希望透过自己的旅日背景 让台湾柔道能第一时间吸收到日本最新的资讯及技术 成为台日之间的桥梁 新北市体育局会有表示 虽然2024巴黎奥运已圆满落幕 但紧接而来的巴黎帕运将于8月28日至9月8日举行 台湾代表团这次共计13人出席参加 也呼吁大家之后能一起为每个参赛选手们加油打气 记者肖世红新北山本报道 感谢你收看八位日举的中加台南台湾新闻 我是杨出海南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